哎 宏晨 你怎么看到人都不打呢 还不是因为要挑战零杀吃鸡 没错 就是全程不能杀人 这也太奇葩了吧 不让杀人还玩个锤子呀 但任务在此不敢不从呀 小老爷们 给我这个小可怜点点关注吧 说出了 一把维克多 很nice啊 干 这既不能开枪 也不能杀人 我拿着它也没用啊 小可爱们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零杀吃鸡的吗 我太难了 你们说 等我狗到生死局 再开语音 把对方说死怎么样 咋的啦 我看这招行 先把扛走三天套机器再说 三级头 还真是想杀来杀呀 哎 有枪声 三十六级 作为上级 啥 说我怂 哼 这叫实事物者为俊杰 早知惊鸿一场 何必轻声一望 左一眼去镂孔 泪为凉 道不尽人本无常 情如风过水堂 红尘难逃 几次人手花黄 小老爷们 你们最喜欢听红尘唱哪首歌呀 一路走来 承问各位厚爱 小女子再次谢过了 只是这灵莎吃鸡也太难了 我可是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自己 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 人一时风平浪静 嘴部海阔天空 我可不能一小时大 但敌人不能打 队友我总可以欺负吧 小夜 我来咯 红尘 我塔又弄下来 把我当沙包呢 哎呀 就让我出出气吧 看见敌人也不能打 可把我憋屈死了 宝宝们瞧见了吧 红尘的队友可不好当哟 等等 有空头来了 要不我们偷偷过去捡点好东西 只可惜天宫不作美 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 我太难了 如此一来 啥好东西都没了 啥就留了个一几头 也太不够意思了 小老爷们为了挑战零杀吃鸡 既不敢杀人 也不敢抢装备 见了小人鸡都得绕道走 我太难了 迟到如今 小厕所都成了安身之地 也太心酸了吧 但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悄悄 我们已经成功勾搭了决赛群 要想吃鸡也不是不可能吗 一阵做精神 跟我一起冲呀 只见一辆装甲车 从我们身边开过 此时的我灵机一动 如果我们能抢占这辆张网车 是不是就有把握吃鸡了呢 但它的主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哎呀呀别打了别打了 饶命啊 挑战零杀吃鸡 失败 赌了这么久 终究还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包包们 你们有狗车吃到鸡的吗 反正红尘是没那个运气了 也别忘了下代任务哦 我等着你们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